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摔了好几架 这个我是不能说 我说完了以后他就摔了一架日本 然后呢 这个特朗普上来以后 特朗普一号命令 就是拿这个余英去打野门 到那儿就坠毁了 击毁人亡 所以我说来一下余英干啥 听不见声音 它是录的这么一个东西 过来一会儿呢 又来第二架 又来第三架 最后我才搞明白 原来这三架飞机我估计是特朗普团队的工作人员 还有特勤局的特工啊 还有什么摄影记者呀 什么那些东西 特朗普一般的不欢迎记者啊 可能那些主流媒体他都没请 自己那些搞威胁微博团队那人 他不用威胁微博 他叫推特 facebook 哈哈 这样东西 一个道理啊 一个道理 过了一会儿 陆军一会儿来了啊 这个陆军一会儿啊 来一看见 下面也看不清楚 老远就看出这个特朗普慌慌慌慌慌慌慌下来啊 这个跟人见面 见面一会儿一会儿坐上升降机啊 那个升降机是上下运飞机的 他不会坐着那个上下运飞机的那个那个升降机下去吧啊 这个下到这个机库 机库因为还没服役嘛 机库里全空的啊 然后在机库里边打屏幕 搞一讲台啊 这个很多很多人啊 开始在那个地方发表演讲 这个特朗普上台以后啊 大家对他的这个议论很多啊 这个民调老实不高啊 那个主流媒体给他做的民调调从来没超过40% 结果人家跑到国会里边一演讲 一分钟一次掌声 这个国会演讲之前的支持率还是40% 演讲之后这支持率到了85% 这啥呀 这怎么演讲一下这么扭啊 美国真是啊 这个所以以后我看真是这领导人干啥的都好好练练演讲 没有稿子 看那个呢 他原来主持人 主持人啊 所以他看提示器 看提示器加上自己那种渲染 所以国会演讲还不错 大家说学习的挺快 差不多了啊 像个总统样了 像个总统样了 就这次呢 就是到福特号上去啊 自己把自己打扮了一番 戴着那个福特号的帽子 美国的舰艇上 每个舰艇上都有自己的帽子 CVN78啊 都有 我原来到美国这个来访的舰艇上去 人家都送我帽子 人家送我 我也得送人一个东西啊 啊 就这样的 所以说呢 这个这是一个礼仪吧啊 美国舰艇上送给你的帽子都是他自己花钱买 有的几十美元呀啊 上百美元呀 很贵的 小服务部里边自己掏钱买 买完了送给我啊 就是特朗普戴一个这个CVN78的这个帽子啊 然后甲克上边还写着什么武装力量总司令 这样 很神奇 这家第一次 总司令的身份 登的福特号航空舰 在这上面去讲话 第一次听说 这一艘舰艇还在船厂里造 还没弄完 也没有服役 这个 找一个什么机库 机脚杆栏里边 找这么一帮的人在那看着大屏幕 看着这个特朗普下来 下来以后跟这么一帮的人在那讲 一个造成工人啊 在那个地方讲了一句话啊 这个背后有几个零零星星的海军的军官 这个时候他的舰长已经认命了啊 就这叫什么礼仪啊 这从来没有过啊 这是这个也没啥礼炮 因为他这算是非正式的 就等于找一个地方来说说他怎么样振兴军队啊 他这些个洪韬尾略来讲他 找一个讲话的地方 那这就是说 他怎么这么着急来上这个航母上来讲话呢 你等他服役以后再说 我不行 等不及 等不及 有很多话要说啊 很多话要说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 他专门找这个地方来说话 那他讲啥来着 增加军费啊 对不对 增加军费啊 今年要跟以往相比的话 增加多少 增加540亿美元 1500多亿美元 今年要增加6000多亿美元 这个美国的军费 哦 这增加太多了 10%是中国才9% 啊 增加啊 这个舰船 你们这些总统怎么当的 二战结束的时候6000多艘舰艇 怎么现在弄的还剩了270艘舰艇啊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来 历史上 军舰最少的时候 是不是啊 里根的时候还600艘呢 你们怎么现在弄成这个样子啊 这个特朗普说 不行 我得要重新振兴海军 你去马上就是在我这一个任期当中给搞的350艘吧 对不对 给你们军费啊 发展啊 军队就感觉很爽啊 终于来了一个一个一个总统来给他们说话 媒体采访的一个造船上的工人啊 那工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说我们这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 都没钱了啊 这个说这个特朗普他长那个样子70多岁啊 我就不待见他 所以我也没投他票 没想到他讲的句句都是肺腑之言啊 哎呦 对我们造船长太好了 你看 普通工人他都有这种感受 是不是啊 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推荐我的新书 见机的举作 悄悄话啊 很多网友说 哎呀 我们都买到了啊 我们都买到了 这个书 说是新书呢 这个出了有几个月了啊 四五个月了 去年十一月份开始出版了 这个 我是第一次出这种畅销书 从开始写作一直到出版 全是按畅销书来运作的啊 这个长江维艺出版社呢 这个书他们告诉我上市三 三个多礼拜嘛 就卖了十几万册啊 这超过十万册都是非常畅销的书了 但是呢 有些朋友说 啊 张老师 我们这个地方偏远买不到啊 这个哪儿的地方能买到 不断的跟我们说 你就到我们这个 啊 举作昭州微信公众号 下拉菜单里头有个商城啊 军品会商城就可以买啊 我们这还有优惠 这个 你只在家等着 就能给你送到家 好吧 订购 进几的举作 悄悄话 谢谢你 所以说这个 大家都问的说 美国不是没钱吗 对不对 美矿日下 现在又不准备打大仗啊 不跟俄罗斯打大仗 不跟中国打局部战争 打这个全面战争 你就反恐 小毛贼几个 ISIS 造十二艘航空母舰 干什么去啊 干什么去啊 他 这个特朗普呢 他主要是聪明这个人 一个是 他最不懂的行业 就是军队 和安全部门 通过这样的讲话 然后获取军队的 高级将领的支持 这稳定了啊 这个没什么问题 国际上的大事 有这些将领没给他做主 应该没什么问题 他讲话带马蒂斯嘛 王部长去 没问题了 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说 这个航空母舰 我有时候啊 跟这个讲课呢 我给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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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的有些人讲课呢 他老问我这个 呀 要不要打仗啊 要不要造多少航母啊 干什么 我说你们怎么关心这个呢 他说筹股 就是关心这个军工股的 这个股民 啊 就是一艘航空母舰 有上万家企业 你是一个航空母舰的项目 但是上游下游 这个企业 有的供材料的 有的供这个这个发动机的 哈哈 对不对 所以所以管道的啊 钢材的 那什么样的都有 什么样都有 上万家企业里多少人呢 啊 他牵涉到一些军工部门呢 啊 这些股民呢 工工业企业呀 啊 所有他们的生存 啊 所以说 他想促进这个就业 拉动这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发展航空母舰是个非常聪明的办法 啊 呃 这个还是不错的 特朗普他不管怎么说吧 好多人就说这不好那不好 但是人家上去以后 道琴斯指数一家 上了三百多点 创历史最高纪录 他上去后股票一直蹭蹭往上升 这还算很牛吧 啊 他这次去的这个厂呢 叫纽布特纽斯 有的翻成新港造船厂啊 这个是个百年老厂 1886年就建厂 131年了啊 这个我这个最近准备在筹备 要搞一个百年系列 啊 我想把这些个 这个这个这个老的工匠精神啊 传承一百年的这个都给他 都给他找吧找吧 啊 百年航母 我写了一本书了百年航母 哈哈 百年飞机 百年潜艇 百年坦克 百年汽车 还有什么百年的你们在我们的评论当中说说啊 这个希望做什么 这个你我的纽斯就是 就是百年的老船厂 美国的航空母舰全他弄了啊 航母专业户 这个企业号是他弄的 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 十艘你们自己都他弄的 将来十二艘的福特号也他弄啊 这个所以说这个这个厂非常的厉害啊 独此一家别无分店 每年能能够十六七亿美元的收入啊 在这个布什号以后啊 这个航空母舰以后 他就再也没六年没拿到项目 这工厂就快过不下日子去了 特朗普来的不是锦上添花 那是许是宋泰啊 那工人也就是热泪盈眶 这个首秀 你为什么不选择尼米兹 选择这个福特呢啊 尼米兹那家 你可以想想 特朗普要坐着啊 这个直升机 或者坐着海军的舰载机 落在这个航空母舰上 你不要以为 这个总统没有坐过舰载机 原来小布什就坐着舰载机 啊 这个坐那个S3海贼啊 坐着那个舰载机 坐着舰载机以后降落在这个 这个航空母舰 这胆儿也够大的啊 每一次降落都是一次事故啊 结果降落 左拦索降落在街上 在街上发表讲话 就是哎 他怎么没想去尼米兹上面去讲话啊 怎么想到了这个啊 到福特上来 我我个人感觉呢 是这样的 就是有些个东西啊 你得自己去感悟 啊 呃 还记得吗 这个1月20号 这个特朗普 呃 就日就职啊 就职以前 美国全世界的航空母舰突然全开回去了 没了 啊 好多军事专家开始评论 说为什么 这个 海上一艘航空母舰都没了呢 啊 这不是很危险吗 啊 我们很多专家就说 因为美国没钱了 啊 我是怎么评论的呢 我是所有世界的航空母舰回去 他是向奥巴马致敬 然后向新的总司令 特朗普致敬 啊 就这个解释 我说一周之后 他们都会重返自己的工作岗位 你果然是这样 那跟钱有什么关系啊 啊 没钱了 他航空舰就哑不起来 这是一年前的预算 对不对 这不是的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次特朗普他为什么又跑到福特上去呢 我就感觉这是一个新级别的航母 21世纪的第一个级别的航母 啊 这 开天PD啊 这个世纪 那就跟他一样 他是21世纪开天PD的一个总统啊 对不对 啊 你看这个感觉 感觉很好 再一个呢 他是第一个任期 第一个任期他是要建两艘 另外要为第三艘 第四艘拨款 让人民要看到希望 这个第一艘航空母舰 我现在在这讲话的时候 他还在船厂呢 我是在机库的跟你们讲话的 到今年下半年 今年年底他就服役了 他就走了 对不对 这东西以后 起码在我第一个任期当中 你们就眼睛里就能看到 要有四艘 有两艘在建 有两艘拨款 让人们看到希望 一艘130亿美元 没事 虽然第一艘超支了24亿美元 后续 批量大了以后 分台到12艘航母 会便宜的 便宜也便宜不多少 110 120 这个价格 120亿美元 我估计都打不中 这个美国这个航母啊 这个好多都是 都是拿总统的名字命名的 比如说 艾塞豪威尔啊 罗斯福号啊 黄盛顿号啊 对不对 林肯号啊 都是 有八艘吧 这个 尼米自己的航空名 都是拿总统的名字命名的 这个福特号呢 是美国第38任总统 这也是总统的名字命名的呀 对不对 总统名字命名的 特朗普 上来之后 就许多要建12艘航母 而且呢 这个要不停的拨款 知识航母的建设 我估计特朗普 就自己就想着 哎 在我下台以后 你们也是不是在 这个福特级航母那边 抽出一手来命名 特朗普号啊 我告诉你 为什么美国总统 怎么能值八个总统呢 对不对 那几十个总统了 那几十个总统 为什么只有八个总统 用他的名字命名航空母舰 而其他几十个都没有命名的 因为其他人没有太支持 航空母舰的发展 海军就这么倔 你不给我航母拨款 你对我海军不好 你对海军发展航空母舰 没什么这个这个这个贡献 就不拿你的名字命名 就不拿名字 特朗普一上来就开始往这个方向努力 哪怕一个任期 最后都有可能拿他的名字 命名 一艘航母 特朗普号 这个航空母舰 是大国的名片 所以是他就想了半天就感觉 哎呀 我这个到军队来讲话 你说你说跑到一个陆军的营 一个营里边去讲话 不太好 跑到一个飞机前头 也不太好 站在一个导弹上 讲也不好 跑一个潜艇里 他都狭窄了 想了把他航空舰 前头这个气势 三架V2 陆军一号 降下来 下去又直接打击火 这厉害 所以说呢 这好吃看得见 这个威慑呀 一定是好吃看得见 标性大汉 一看以后就特害怕 你这个威慑才能有效果 所以航空舰呢 就是这个 它是一个国家强大的一个力量 是一个大国的名片 高技术的一个综合体 能有很大的威慑的作用 所以这个 特朗普军事首秀 选择这个福特号上 他自己我估计 他的这个顾问团队 还是费了不少脑筋 而且这么大航母有颜值 漂亮 这个福特号航空母舰呢 说起来呀 这个折腾了很长时间了 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呢 是叫开工建造 这个切割钢板 铺设龙骨 这个2007年就开始了 就开始这个 大家看不到的那些东西呢 都是特别心酸的 像我这人 干的好多事都是看不到的 你说航空母舰 我们看到的是辽宁舰 建造现在服役了 我们第一艘航空母舰又开始建造了 大家看不到的是 30年前有多少人 为今天的辽宁舰和现在001A 来付出的那些前期的论证 前期的研究 很多人看不到 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 这个航空母舰最早的研究 叫探索性研究 或者叫做概念研究 这个或者叫做预先研究 或者叫做可行研究 都可以全是一些纸张的 理论的 探索性的这项预先研究 这个很难 军队就感觉弄得差不多了 差不多 把方案都提了 这个福特号 整个的战术技术性能指标都提了 提了之后 然后给这个工业部门 工业部门经过国防部审查之后 海军也同意了 给工业部门进行详细设计 就像你自己想设计一个别墅 什么样子的 多长多宽 哪个地方房间多少 你自己弄完了以后 交给这个工程 建筑设计部门去给你设计 每个房间怎么造 怎么造 什么材料 这个设计的过程 要很长时间 这个时候你得要真拿钱了 然后船厂呢 这边就开始接到了 这个详细设计的图纸 船厂就开始准备什么呢 那筹备将来是用几号船屋呢 造这个十万吨呢 这个提前要 要把那船屋腾出来 大型的机器设备 是不是要到中国买 现在所有造船厂 造航母的所有的大型设备 都是上海振华呀 都是中国的 一百六十吨的大东西 一个一个的大东西 把它叼起来 全是中国的 提前得给中国订啊 大型的设备啊 造船材料 钢材 HY80啊 HY100 这可不是那个 那个盖房子的普通的钢筋啊 这个要提前要研制啊 这钢啊 所以弄完了 造船材料 新型的设施 弄完了 弄完了以后 切割钢板 然后模块 这个造船不是美国 不仅仅是美国自己配套 全世界配套 全世界的军工厂 包括日本 给美国配套 成千上万个厂 飞下去之后 一个一个模块 大型的 你造出来是一个模块 你想象不出这个模块 在舰艇当中是干什么的 没事 你照着图纸造就行 造完之后到那装起来 就是 就是乐高积木 啊 就是这样的 所以2015年开始切割钢板 这个 以后开始进入了模块 建造 所以呢 这个 2013年下水 原来是预定15年服役 今年都17年了 到现在还没服役呢 今年年底能不能服役啊 不知道 这是我估计 闹毛就推到明年去了 推到明年去了 这个这个事呢 也难说 因为它是福特级的手建 用的高新技术特别多 啊 它需要不断的去验证 啊 这个不断的往后推呢 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理解的 这个 但是你再怎么推 原来七一号造了四年就造完了 从建造到服役四年 你这折腾了十年 这刚 啊 这不是啊 这还这还这还这 这还刚刚刚造完 呃 到下水 你到服役的话 还得再用四年 你这等于前前后后十四年 才把这一手建弄完了 这比七一号要多用了十年的时间 对不对 你造这个速度的话 你比辽宁舰要慢 慢一半呢 啊 慢一半呢 当然了 给你这个舰 吨位更大 技术更加复杂啊 而且又是一个级别的首建啊 不定的因素也多 啊 这个 所以你 你你造就造了十年 造到下水 然后用四年来西装试航的服役 然后什么时候形成战斗力 还得再加四年 那就前后十八年 哈哈 2021年 差不多手字部署啊 这个时间是非常长的 好吧 今天的节目就这些 谢谢你 下次节目再见 观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推荐我的新书 见机的举作 悄悄话啊 很多网友说 哎呀 我们都买到了啊 我们都买到了 这个书 说是新书呢 这个出了有几个月了 四五个月了 去年十一月份 开始出版的 这个 我是第一次 出这种畅销书 从开始写作 一直到出版 全是按畅销书来运作的啊 这个长江维艺出版社呢 这个书 他们告诉我 他们告诉我上市三三个多礼拜嘛 就卖了十几万册啊 这超过十万册都是非常长销的书了 呃 但是呢 有些朋友说啊 张老师 我们这个地方偏远买不到啊 这个哪儿的地方能买到 不断的跟我们说 你就到我们这个 啊 局所招中微信公众号 下拉菜单里头有个商城啊 军品会商城 就可以买啊 我们这还有优惠 这个 你只在家等着 就能给你送到家 好吧 订购 紧急的举作 悄悄话 谢谢你